立院国民党团周二在程序委员会中提案变更议程 将核色公投主文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 不过由于在野党团对公投主文命题有意义 最后协商未果交周五院会处理 民进党立委田秋景今天拿出台电去年底公布的运转中核电厂地址报告指出 台电已证实核一二厂山脚断层延伸的事情 因此核四厂周围的地址疑虑台电也应重启调查 总统府前专门委员王仁炳2008年 因搜集马英九总统就职大典维安部署等极限机密 以传真方式泄露给中共 最高法院上月依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 判王仁炳两年徒刑 尺多公权两年定业 上午王仁炳赴北检报道发肩执行 民航局今天举行国内航空票价公听会 并公布新票价公示示算条幅达6%到35% 现有国内机票可能台北到金门涨最多 台北到金门单程票价从新台币2088元到2200元 如果按35%调涨 台北到金门可涨731元到777元 新台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强 到 Конечно dose了